下面呢咱就讲完吧 刚刚咱们说了一下这个circle这个结构化插进语言 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已经不用再说了 是吧 毋庸置疑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它咱才能够掏脱数据库 关系型管理数据库的这样一个系统 让它去帮咱们做东西 那么咱们想要去用circle语句 那么首先呢 咱们得在咱们的电脑上是把这个地方 是不咱们准备好啊 你首先你得把myscircle这个 关系型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这个软件 按上 然后你再按上客户端 客户端有了服务器有了 接下来你是不是还可以用客户端 向服务器发起请求 是不是你还可以练色口语句 没错吧通吗 那么因此接下来怎么安装 就是咱们接下来讲解之调 首先按服务器 如果是乌班图的情况下通吗 乌班图呀实际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用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乌班图一大特点是什么的 将来去管理这些软件相当方便 而且呢更新的时候呢也相当方便 比方说你只要把那个更新员 通常还记得呢什么叫更新员吧 把更新员配成阿里的 往往我们都是现在用阿里的最新的 现在是 因为什么呢 因为阿里呢它有云服务器 所以说呢很多阿里云里边的服务器 它需要更新乌班图的东西 所以说呢它就干脆自己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之后呢 它也给大家呢全球共享 所以说呢 国内的网速毕竟要快 对吧 所以说这个咱们大家可以把更新员 改成阿里的 然后接下来去安装一下 如果以后你真正在开发的时候 用的不是乌班图 那怎么办呢 你的ABD-get-install就失效了 不一样的版本 这样这个命令不一样 如果你要是用了其他套的系统的版本 那有可能是DPKG-RI那么的安装 也是可能出现了 对吗 我想表达意思 乌班图里边咱们就速度get-install 什么什么什么 MySQL Server就安装了 如果要是其他的套的系统版本 那么请各自摆队一下 查一下 听懂我意思了吗 根据你的型号 根据你的类型 接下来查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Redhead Redhead六点几 然后安装MySQL Server 百度一定有人已经写了 这个东西怎么安装 你就按照这个流程 按照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咱们那个服务器 在咱们给大家的乌班图的这个镜像里边 其实早就安装好了 就是你的乌班图里边已经安装了这个 所以说你不用敲 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已经安装好了呢 其实咱们已经把你安装好的 那个MySQL服务器 已经设置成了开机启动 也就是说 你只要敲一个命令 你就知道你的电脑上现在有没有运行 那么咱们原来的时候 在乌班图里边 打个乌班图 咱们原来在乌班图里边的时候 咱们应该知道了 想要查看所有的进程信息 咱们应该用什么了 PS TOP是动态的 只显示一部分 没法打的也不错 HTOP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东西是不是叫PS 只显示一丁点 然后-AUX 是不是显示很多 那么 这个命令 数-意味着什么 把显示的东西扔到管道里面去 是吧 那么原来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跟他冒了 你看 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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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么显示了吧 按Q最说 我接下来不让他冒了 跟什么 跟Grip 还记得Grip是干什么 Grip是搜索东西了吧 你搜什么 搜MySQL 大家可以看 这个的意思是 只要包含MySQL 是不是就可以 你也没发现 这个地方显示两行 最后一行 是我刚刚在去搜索东西的时候 一个信息 就是我刚刚怎么搜的 就是这个命令 就它 那么我去搜索的过程的时候 你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个U点下的Sbin 就是S呢 就是超级管理员的这样一个 一个意思 Sbin呢 就是超级管理员的可执行的地方 那么 下面是不是有个叫MySQLD 同样 看清楚了吧 那就意味着 你的MySQL实际上 开启末日起动 你想要把它关闭 开启 同样可以用这几个命令 速度service MySQLstart 开启MySQL的服务 关闭 Stop 重启 Restart 这么说理解了吧 咱们可以简单试一下 速度 接下来service 然后MySQL 然后Stop 顺便码 OK 关了 咱们再搜一下 是不是搜了第一行的东西 这就顺便让我关了 把它开起来 很简单 把这个start 写上 OK 再搜一下 结果通门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重启 启动 以及关闭 咱们刚刚就说了一下 那么这个同胞 你的默认已经启动了 你也不需要把它手动关闭 则把它开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 作为 RDBMS 这样一套系统 那么MySQL 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来绑定 即 它允许 哪一个端口袋运行 它允许 哪一个IC 可以连接它 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配置的 那么 MySQL的一个配置 它是在这个路径下面 这是一个文件 ETC下的 根目录下的 ETC下的 MySQL 有个MySQL CNF 就是config的仅称 一般呢 以后同胞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心里当中知道 这个呢 表示配置 什么叫配置啊 我买了个新手机 你选的是中国地区啊 还是选的哪个语言 请问是不是叫配置啊 我配置一下这个哥们 将来 你要是修改了配置 接下来切记 要restart一下 只要一是restart之后呢 你的配置信息就会生效 当然是在没有出套的情况下 那么配置 咱们把这个文件打开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VM ETC下的 MySQL下的 MySQL 有个叫做 .cnf 这样一个文件 打开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整个文件呢 全面全部都是警号 警号什么经验 什么意思啊 主事 只有两个 一会叫做 Include 1.2 你总能猜 也能猜得出来了吧 啥意思呢 Include 是包含加载的意思 那加载包含谁呢 包含路径 第二就是directory 那包含哪一个 包含这个路径和包含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下的图 没有 没有必要去看了 直接看这个路径 ETC下的 MySQL下的 MySQL MySQL 这个文件夹 我进行咱们看看啊 CD GAMEL下的 MySQL下的 MySQL下的 MySQL 我的键盘怎么 GAMEL下的 MySQL ETC下的 有个叫做MySQL SQ 这样有个叫做MySQL 的一个东西 叫做 你CD进去 可以看一下 LF里边 是不是有两个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数据库的一个 安全模式的 一个系统的log配置 咱们打开这 打开这 一个服务器的配置 VM MySQL 打开它 打开 看看 这里边是不是有些配置了 在这里的配置 切记 同学们 我先给大家强调一点 不要费变改 不要费变改 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把它删掉 我能不能把它组织掉 你别动 你在不清楚 它的功能前提下 不要费变动 那这个地方 你还能猜得出来 这啥意思呢 端口 他们是用的 这种端口的方式来运行 对吧 同学们 他用的是3306端口 没错 你要是链接的话 就是3306端口 那么Bind Address 你猜也能猜得出来 这啥呀 他接下来 他要绑定要用到的端口 而用到IP 是不是127的0.001 这个IP 只能来自于这个IP的 其他的都不行 这是他的要求 当然了 他后面还有什么 其他的配置 你简单去了解 了解 看看就行 什么缓存 大小 对列的大小 然后你接下来 这个log日志 log日志意味着啥呢 如果出错了 我就向一个文件里面 写一下 我为什么错了 在哪一行错了 这就称之为log日志 log日志的log error 就是当你错误的时候 我应该把错误信息 往哪个文件里面写呢 往这个文件里面写就可以了 这是一些信息 好的 这个文件 咱们简单就了解到这儿 那么确计一个原则 不要随便干 真正你在生产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是可以改的 什么叫生产环境 你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开发 那叫开发环境 你开发完了之后 一定是让你的程序 记下来有一定的产出吧 你一定会把你的程序 放到公网上 不会放在私有IT里面 放到公有IT里面 能够访问的地方 那么真正的放在一个网站 放到阿里云上去 这就叫生产环境 你在公司里面 在内部里面进行测试 这就叫做开发环境 比如说 这几天 马上就要到双十一了 这几天阿里灯火通明 灯火通明 干什么呢 谁都不允许请假 天天加班 干什么呢 一年来不开张 一开张吃好几年 是吧 就等着双十一那天 所以说 其实阿里很多技术开发者 我告诉你 有很多的房间 大房间 放的是那种 这个小木板床 你困了 你随便找个床睡就可以了 有被子有什么 什么都有 吃的喝的 应有尽有 全部都有 但是你唯独要在公司 两点的时候 哪个地方出了bug 来喊你 你过去捡 三点的时候出了bug 喊你过去捡 目的只有一个 在真正的双十一之前 现在阿里已经开始大量设施了 我原来我在一期教了一个 二期还是几期 二期一个学生 在北京的工作了大半年 然后前几天刚去了杭州 去了阿里了 然后前几天发了个信 发了个消息 我来杭州一个月了 加了二十五天班 没办法 谁让你赶上来 赶上来 那就是吧 正好就是过了十月十一的话 那加了就清风了 接下来他们干什么呢 大量的特施 双十二 还有双十二 还有双十二 双十一就比较给力了 现在阿里已经开始特施了 大量的模拟用户 我告诉你现在 模拟大量的并发 好几千万 好几亿的请求 一起过去 看看能不能把阿里的服务器搞死 如果哪个地方有问题 现在抓紧给你 你听到意思了 你现在想要什么需求 这个电脑不行了 你给我买个五万的电脑 你十万的电脑就可以买 但是你得把那个事干了 现在就这样 像阿里现在就是在什么呢 开发环境 他真正的生产环境 请问他为什么不拿到 这个生产环境里边去刷呢 他拿到生产环境里边去 万一是搞死了怎么办 现在的阿里 现在周末天天在用 他搞死了怎么办 所以说同学 他们正在大量的模拟 他一定要么在开发环境里面测 要么他在生产环境里面测 但是生产环境里面 他有一套 另外一套 一模一样的生产环境 你懂了吗 一模一样 他先测那个 那个测成功没事了 接下来两个一起用 一定是这个情况 百度有阿里有大量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挂了 立马在极端的时间之内 那些服务器立马不过 前一段时间呢 我在这个什么 微博上看了个新闻 阿里正在宣传他的一个服务器 今天宣传服务器是什么呢 我这个服务器机架上 可有很多个服务器 你随便断 比方说原来这个服务器 正跑了什么工作 正跑了一个功能 你什么呢 把这个线很突爆的 直接把线拔掉 不用关机 把线拔了够狠了吗 把线拔了一瞬间 其他的服务器立马工作 百分之百 稳定可靠 现在又营造了这种程度 如果你要是让腾讯去演示的话 腾讯只能先 事先录个视频 接下来怎么样 但是那天阿里是现场演示 服务器一个大货车 服务器里边装的不是物品 是装的全部电脑服务器 接下来有很多人 手上戴着那个手腕 就是什么 你跑了心率有多少 有好几个人 将近二三四个人 阿里的哥们 跑过来跑过去 跑过来跑过去 他不是有心跳有心率吗 接下来那个大平常 实时显示 那个哥们就很突破的 就拔线 拔了线 那个地方一点都不变 数据立马会显示 所以说双十亿也是这么多的 但是今年就等了 以历史的结论来看 是每一年 12.0分的时候都会卡 闭挂 你可以看看今天晚上 因为黑客也会参与 因为阿里的竞争对手 也会参与 你懂我意思吗 说了直白一点 男的京东 他就嫌得没事 他不干点什么东西 不见得我很牛叉 但是我把你搞死了 我就牛叉了 这个理论是在商业里边 是一定是很经常用的 好 那么来看这 咱们刚刚说了一下配置 我刚刚给大家表达意思 是不是不要随便动 好了 配置完了之后 意味着你的服务器已经正常一响 那么接下来就说了 客户端怎么安装呢 客户端 今天我给大家说两种 第一种图形界面 第二种命令 咱们先把这个命令的 同样给大家按一上 这个命令怎么按呢 乌版图里边 速度apt-get install my-cycle-client 那么这个命令之后 你就可以按了 好了 那么这个 终端的这个命令 这个客户端怎么用 注意看 在任意界面 就是在任意路径下 pwd不管是谁 我cd到加盟路里面去 不管是谁 my-cycle 你不要敲client 不要这么敲 敲什么了 直接敲my-cycle 就可以了 这就是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就开始运行 那这个客户端运行的时候 看这个 咱们刚刚说过一个图 看这个图 应该是在 这 是不是相当于通过网络的方式 是不是要链接这个服务器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默认的这个东西 是链接本地服务器 默认链接本地服务器 那么你是让他用哪一个用户名 以哪一个端口 以哪一个 这个密码去运行的 -u -u root r-o-o-t 然后呢 -p my-cycle 打开的这个界面 就进来了 u后边的 是 u后边的 这个是用户名 p后边 这个是密码 这么说理解了吧 你打开的这个界面 没错 这个就是my-cycle的客户端了 你在这里边干什么呢 敲cycle语句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select version 它能够显示一个信息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是显示的是 ubuntu 16.04里边的 my-cycle的版本 是5.7.13版本 看得清楚了吧 这就是一个结果 即 你在这 发一个cycle语句 给他 他给你个结果 这个结果 咱们刚刚看的这个结果 就是服务器回来的结果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就是一种客户端 那么这种客户端呢 这是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大量使用的客户端 它就有它 那么作为咱们第一次 要用客户端的话 咱们能不能用个 作为简单的呢 可以 那么我给大家 这个资料里边 我给大家这个资料里边 应该是辅助资料里边 咱们说过了 是不是有很多 这个比较出名的 是不是一些PDF了吧 一些 一些这个书 书籍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东西 叫做 Navicate 什么什么 112 MySQL 什么什么什么 插六色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这个压作包 先不要减压 在不减压的前提下 你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怎么做 不减压的前提下 你把它 拖到这里边来 拖到这里边来 因为我这里边 已经有了份 他就问我 是我覆盖 还是不覆盖 如果是你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没有覆盖了吧 那你就拖进来了 拖进来之后呢 你用另一个命令 可以把它解压 解外这个命令是什么 T2-VXVF VF是这个这个 是吧 压作 这个什么 VXVF 是不是这样了 是不是解 把它解开 那么接下来就行了 还有一种解压方式 很简单 双击 这个地方 你没发现有个提起 点提起 他就问你一个路径 那就可以了 那么最终 我提起出来这个文件夹 好的 接下来怎么办 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 CD 还记得我原来 叫给大家了吧 CD 我想跳这个地方 怎么跳 拖到里边去 松 进去了 你LS一下 他这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叫start navigate 可以折 点 斜杠 start 那么就可以运行了 那么我给大家摸一下 你第一次运行的现象 想要摸一下第一次运行的现象 我首先要跳到一个加募路里边去 我上一个东西 LS 难道我整个加募路就这些文件吗 LS-A 是不是有这么一坨 有一个东西叫做 navicate64 注意了 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这个文件夹理论上讲 你的乌班图里面没有 如果要是有 你想和我的一模一样 怎么办呢 把这个文件删掉 银行文件是一点开头的 在加募路下 有一个.navicate 这个银行文件 rm.navicate 三文件夹 -r 是吧 强制删除什么呢 f 删除一个东西 就是强制删除 就是-f -r是文件夹 f是强制 走 是吧 百分之百没了 你看ls-e navicate的文件夹 什么没了 这个时候 cd 把它拖到里面去 然后松 加进去 ls 是不是能看得见这个文件 其他都不怪 只看这个文件 第2-start 走 第一次运行 这是第一次运行 他说了 这个没有找到这个vine 这个vine翻译过来 是不是9的意思了 我说到这儿了 我以这个话题给大家再说 这个vine 它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 如果你想让你的 webuntu里边 能够正确的运行起 windows里边的软件 你在你的webuntu里边 按这个特殊软件 叫做vine 那么这个vine呢 它能够模拟出来一套 windows里边的一些环境 将来能够支持你 windows里边的程序 在webuntu里边运行 这么说能 师傅能理解 这句话 如果你说 东哥 我有真正的linux的版本 我为什么有虚拟的版本 OK 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想用一个 windows的程序 在linux用 那一般有y 这个地方选什么呢 点取消 点取消 它会再谈一次 你确定要这么多吗 取消 两次取消 接下来它会谈一个东西 注册 咱哪来那么多钱注册呀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上边 这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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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4000的这个评估版本 OK 那就14000都够了 是吧 点一下哪个呀 使用 好了 它接下来呢 就会开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已经起来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 同学们有个特点 说到这儿 我给大家说一点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算 就算14天了 14天以后呢 14天以后 把我刚刚删的 加目录下的 那个文件夹删掉 还有14天 你懂我意思了吗 说到这儿 你要明白一个思想 只要是电脑里边 它是根据天赋来 去判断了 一定有个地方 它记录了 你第一次用的那个时间 你听懂了吗 你一定要去 把那个文件找到 把它删掉 它就从今天开始重新算 这是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把你的时间往前挪 难道你就不能 把这个时间往前挪 不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说同学们 记住了 这是一个诀窍 如果你有那个东西 你实在是想要用 但是找不到 临时解决方案 把时间往前调 我调的就70年 这可以了吧 够用了吧 但是前提别连网 一连网这个时间 是不是自动对此 立马就回去了 不要连网了 好了 运行起来 你第二次再去运行的时候 就没有刚刚那么复杂了 它只是问你是否适用 是 就可以了 第二次运行 就没有那个复杂过程了 好了 是不是就看到这个界面了吧 那么看这个界面 咱们一般怎么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链接 点这个链接 然后呢 点MySQL 它出来一个框 在这个框里边 本地 Localhost 就是本地 其实说的这辈子 就对应的127.0.0.1 听懂了吗 这个相当于127.0.0.1 Localhost 3306 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看到过 是不是3306端口了吧 root 我那一回是不是已经通过命令 以root的用户式登录了 你唯独需要改的密码 你唯独需要自己填的这个地方需要个密码 那这个地方填个比方是MySQL 填的密码 你怎么知道能够连接服务器呢 点这个测试连接 好了 测试 走 连接成功 再连一下 测试成功 没问题 接下来呢 为了保证 为了知道 我接下来这个是连的谁 咱一般情况下 会在这个地方呢 咱给它起上个名 也就知道了 这个是将来连接我本地的 有可能我还有其他的电脑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写上其他的电脑 是不是有可能连接别人的了吧 所以说这个呢 起上个名 比方说 随机啊 比方说Ubuntu Ubuntu Localhost 就是Ubuntu本地 OK 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来了个这样的名吧 那么它现在是这个白颜色的 说明没有连接 只是你刚刚建立了一个而已 怎么真正的连接呢 即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Ctrl-T 打开个新标签 我在这个的时候 MyCircle 然后-U root-P MyCircle 是不是我就直接登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没有登的 怎么做呢 双击 注意了 双击这个 你刚刚见的这个双击 走 大家看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变绿了呀 绿了就好使了 但是不见了什么东西都是绿了好是吧 你懂的 这个绿了就表示运行了 你看见的这些东西 就是数据库 你看见的这些东西就是数据库 这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这些数据库有人说了 那么你的数据库怎么这么多 还是我的就有这么多 同学们 也切记 你的没这么多 你的那一般有System 有这个 有MyCircle 有这个 还有这个 你一般就有这个 这个 MyCircle 还有这个 除了那些其他的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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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京东 这都是我自己建的 听懂我意思了 这都是我原来 我在背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建的测试的东西 所以说 你就没有 那没有的话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你可以自己建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的 第一个特点就是 服务器怎么安 客户端怎么安 原来客户端 有一个命令窗口了 是不是有个图形化界面的 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好了 接下来给咱们大家 三分钟的时间 你把这两个呢 稍微试一下